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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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是愛 打開你的心告訴你 神是愛 把它告訴的地方 他创造天空和那深海洋 他创造飞鸟和那蜜蜂芒 他早已且为你和我饮神是爱 神是爱 空气中我能体会 恩典中我能体会 随时我都能体会 从最深的海洋 到那最高高的山 万物都告诉我 神是爱 神是爱 打开你的心境生涯 神是爱 他愿是人直到他 他创造玫瑰和那蜜蜂蜂 他创造树木和那心善良 他早已且为你和我饮神是爱 神是爱 空气中我能体会 恩典中我能体会 随时我都能体会 从最深的海洋 到那最高高的山 到那最高高的山 万物都告诉我 神是爱 神是爱 天地和万物都宣扬 神是爱 他愿是人分向他 他为世丧人预备生命路 用他大难的手来拯救他 他早已且为你和我饮神是爱 神是爱 空气中我能体会 恩典中我能体会 随时我都能体会 从最深的海洋 到那最高高的山 万物都告诉我 神是爱 万物都告诉我 神是爱 家人们平安 欢迎来到诚心时光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绝出今天早晨 让我们透过以赛亚书 我们认识你 让我们透过以赛亚书 真实的与你连结亲密 主啊 让你的爱充满在我们中间 也求你自己的公义 彰显在我们生命的里面 让我们认识你 公义跟公平 是你宝座的根基 主啊 使我们的生命 彰显出你的慈爱跟公义 活出 属你的生命生活的样式 谢谢你 我们爱你 让你的话 成为我们生命稳固的根基 让我们连与你 谢谢你 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今天的经文是来到 以赛亚书九章八节到十章四节 美言的主题是 骄傲不义 遭自被怒 九章的里面提到 这个弥赛亚君王的掌权 但是这里九章八节开始 画风转到另外一个地方 提到以色列人的悖逆不义 以及上帝的愤怒跟审判 这四段都重复提到同一个句子 就是 虽然如此 耶稣的怒气还未转消 他的手人声不说 四次 那四次一再重复 就表示上帝的一个重要性 然后另外一个是表示 上帝必施行审判 不会改变 我们比在圣经里面 比较少去讨论 跟提到一个东西 叫神的怒气跟神的愤怒 我们都知道 我们的神有恩惠 有怜悯 不轻易发怒 且有丰盛的慈爱 但是人的罪 若是人不断犯罪 不愿悔改 这个会带来蓄积神的愤怒 荣瓦书说 神的怒 会从天上显明 在一切不前不义 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身上 所以神的子民 我们不要侵慢神 我们都有碰过 可能都有通过 我们会很怕的 这个老师或老板 或可怕的权柄人物 他发怒的时候 我们会很害怕 我们岂不当 更当敬畏 存敬畏的心 敬畏这位勇士 无尽的大君王 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我们要敬畏他 不要侵慢神 再来是 这里提到上帝的手 人身不缩 我们认识我们的神 我们知道 当他伸出他大能的手 大能的绑壁 就把我们 怜悯我们帮助 那是我们最期待的事 对不对 但是若是我们 累积蓄积上帝的吩咐 这样的手 会变成上帝审判的手 想到出埃及记里面 这个施灾 一灾比一灾都还重 一灾比一灾 影响的范围 一次比一次大 本来只是杖变蛇 江河的水变血 青蛙之声 后来变成全埃及地 都变成重灾 最后到全埃及地的长子 一夜之间全部死亡 会发生这样的事的原因 就是因为 耶和华的手 人身不缩 法老的心 一次比一次硬 一灾过去 再来一灾 人不悔改 只是假悔改 就遭到上帝的手 人身不缩的神判 所以让我们不要心硬 真实悔改 回到神面前 那以下有四个 以色列人的罪 让我们今天 透过今天的经文 让我们不要重蹈 以色列人的覆策 让我们真实的柔软 回到上帝的面前 让我们是在神面前领受他 有恩惠 有怜悯 不轻易发怒 让我们是领受他 大能的手 慈爱的 慈神爱所 所以第一个 以色列的罪是 骄傲自大 不听神的话 经文在八到十二节 主使一言入于雅各家 落于以色列家 这众百姓 就是依法联合 撒玛利亚的居民 都要知道 他们凭骄傲自大的心说 砖墙塌了 我们却要找石头建筑 桑树砍了 我们却要换香薄树 因此耶和华要高举 力训的敌人 来攻击以色列 并要激动以色列的仇敌 东有亚兰人 西有菲利士人 他们脏口要吞吃以色列 虽然如此 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 他的手人声不说 上帝已经透过先知 发出话语 有一言 入于雅各家 落于以色列家 叫他们不要依靠假神 不要依靠别人 要依靠独一的神 但是以色列人却骄傲自大 他们说砖墙倒了 那换用石头盖 他们说桑树砍了 我们用更高的香薄树 我们有我们的办法 我们要靠我们自己 他们跟外邦结盟 上帝怎么来惩治他们 对付他们 上帝使敌人被高举 仇敌被激动 使以色列人两面受敌 亚兰跟利逊都要吞吃以色列 所以亲爱的家人 让我们千万要谦卑 活在上帝的面前 上帝透过主日信息 透过小组长 透过区长 透过我们身边 我们的权柄 向我们发出言语 让我们要听 让我们有可听的耳 有谦卑的心 柔软的心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领袖跟跟随者都背逆神 十三节到十七节 这百姓还没有归向 击打他们的主 也没有寻求万君之耶和华 因此耶和华一日之间 必从以色列中 剪除头与尾 宗之与尾尾 长老和尊贵人就是头 以谎言教人的先知就是尾 因为引导着百姓的 使他们走错路 被引导的都必灭亡 所以主必不喜悦 他们的少年人 也不连续他们的孤儿寡妇 因为个人是亵渎的 是行恶的 并且个人的口 都说愚望的话 虽然如此 耶和华的怒气 还未转消 他的手 人声不说 以色列百姓从领袖 一直到跟随者都背逆神 他们不归向神 也不寻求神 这里提到的头与尾 就是领袖 宗之与尾尾 就是所谓的长老跟尊贵人 台面上被看得见的 那宗之与尾尾尾 就是假先知 用谎言教人的 就是尾 他们不传头 就是头 然后尾跟尾尾 就是假先知 头跟宗之 就是长老跟尊贵人 如尾跟尾 就是假先知 他们不传神的话 却讨好百姓 像那个摇动的如尾 这意思就是说 他们讨好人 好像狗讨好人一样 摇尾巴 宗之是高大的树 如尾是低矮的树 从上到下 从最高大的 到最低矮的 从上到下 从上面的领袖 到下面的百姓 全部走错路 上面的领袖 引错路 下面的百姓 也跟错 毫无分辨力 连少年人 孤儿寡妇 上帝都不喜悦 圣经是讲 上帝是连续少年 连续孤儿寡妇 但是因为 他们也毫无分辨力 个人亵渎神 行义 不行义 行恶 说愚妄化 上帝是公义的 所以我们每个人 都要为自己所做所说 所行 还有我们的选择 跟行为负责 所以我们每一个家人 无论我们是小组长 无论我们是组员 无论我们是家长 无论我们是孩子 我特别要跟 我们的年轻人讲 不是因为我们 父母的信仰 我们就怎么样 我们自己要选择 信靠这位独一的真神 我们要跟神 自己建立一对一的亲密关系 所以到审判那一日 上帝是照着我们所行的来审判 帮助我们 不要头与尾 不要从上到下 全部走错了路 我们要自己跟神 建立亲密关系 第三个 以色列的罪事 罪恶达天 兄弟相残 18到21节 邪恶像火焚烧 烧灭荆棘和吉利 在稠密的树林中 找起来就成为烟柱 旋转上腾 因为万军之耶华的烈怒 地都烧片 百姓成为火柴 无人怜爱弟兄 有人右边抢夺 仍受饥饿 左边吞吃人不饱足 个人吃自己绑壁上的肉 马拉西吞吃伊法莲 伊法莲吞吃马拉西 又一同攻击尤大 虽然如此 耶华的怒气还未转消 他的手人声不说 这是第四次耶华的怒气 以色列人的罪恶是全面性的 好像邪恶的野火 烧灭全地的一切 毫无保留 这个火甚至火柱如烟上腾 全地都毁灭 从个人到家庭到城市到国家 这是何等的可怕 到一个程度 弟兄相咬相吞 彼此吞吃贪婪 贪婪残暴 连自己都毁灭 自己都吃自己绑壁上的肉 伊法莲 马拉西 犹大本来是兄弟之邦 却彼此攻击相吞 所以亲爱的家人 让我们为我们的个人 家庭 城市 国家祷告 不要变成全地的毁灭 帮助我们 哦 主啊 让我们可以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 不只是带倒 为自己个人 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家庭 让我们为我们的家人带倒 让我们为我们的城市带倒 为我们的国家带倒 不要到全地被毁灭而不自知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 欺压弱势 掳掠寄居 一节到四节 祸灾 那些设立不义之律立的 和记录奸诈之叛语的 为要驱往穷乏人 夺去我民中困苦人的礼 以寡妇当作掳物 以孤儿当作掠物 到降乏的日子 有灾祸从远方临到 那时你们怎样行呢 你们向谁逃奔 求救呢 你们的荣耀存留何处呢 他们只得屈身在被掳的人以下 扑倒在被杀的人以下 虽然如此 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 他的手人声不说 这里提到制定法律的政府 在上位者不公不义 欺压弱势 孤儿寡妇跟贫穷人 在圣经里面多次提到 上帝的眼目怜悯看顾 那些孤儿寡妇跟寄居心要帮 需要帮助的神的眼神的心 在他们身上 这些掳掠还有这些欺压 孤儿寡妇弱势的神要降载 他们最终要遭到被掳的命运 他们把寡妇当掳物 把孤儿当掠物 所以他们会遭到相同的审判 被掳被杀 所以帮助我们亲爱的家人 让我们看顾弱势孤儿寡妇 让我们看顾贫穷人 让我们看顾贫穷没有福音的人 教会一定要起来传福音 教会一定要起来帮助孤儿寡妇 教会一定要起来传福音 使没有福音的贫穷人得着福音 求上帝帮助 让我们不再是耶和华的怒气 还未转消 他的时候人生不缩 而是耶和华有怜悯 有恩惠 不轻易发怒 耶和华生出他大能的绑壁 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远离我们的罪恶 让活在上帝的心意里面 成为他所喜爱的百姓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今天 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邀请你 谢谢你 你来带领我们 主啊 让我们不是蓄积你的愤怒 让我们呼求你的怜悯 让我们从我们的罪恶污秽当中转离 求你的宝血洁净涂抹遮盖我们 使我们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 主啊 带领我们 帮助教会起来传福音 我们要传福音给贫穷人 要怜悯贫穷人 看顾被欺压的孤儿寡妇 兴起我们 成为为我们城市国家家庭带导的人 主啊 让我们不是只顾自己 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 主啊 给我们一个可听的儿 当你透过信息 透过我们身边的人 透过小组长 透过我们的配偶 透过我们小组的同工 主啊 再提醒我们 让我们有个谦卑的心 谦卑的灵 主啊 让我们跟你建立亲密的关系 让我们连结于你 让我们不再依靠自己 谢谢你带领我们 你与我们同在 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